中国间铁气球不只限宗美国 中南美洲这一颗北京也赖不掉 又是民用科研之用 南美哥伦比亚 委内瑞拉 还有哥斯大利加等国家 近几日接连有军方和民众募集气球 中国对此拿出同样理由当挡箭牌 不过放气球闯入他国领空 北京显然早就有先例 路透报导中国军事研究员 近期多篇论文都反映 北京对高空气球科技的军事用途 早就深感兴趣 白宫证实气球残骸打捞上岸之后 不会送回北京 而中国对美国击落气球还是很不满 副外长谢峰已经向美方提严正交涉 说严重冲击去年11月拜习会以来 双边稳定美中关系的努力 美国同样气也还没消 华府重申适当时机会在安排 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 我们现在肯定面临着 比一个月以前更困难的一个局面 我觉得国务卿是希望 是希望这个禁止 向中国认为 他们必须改变 他们能够与美国同样的行为 美国同样的行为 因为一颗气球 美中关系在线紧绷 美国华府资深记者分析 这很可能成为世界强权 新冷战对抗的关键时刻 近新闻无论营 朱佳琳斗斗斗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尽善尽美 尽好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